這個撇鞋的是不是有點誇張啊 太長了 不可以改喔 我們沒有權利 我們可以心中想的怪怪的 但是它的怪其實是它有它的道理在 不可以隨便改迷符的字 像這個都是故意歪歪的喔 你不要想說把它擺正一點那就完了 你看這裡這麼密喔 它硬要點一個這麼飽滿的點 這裡空間那麼大 它偏偏要弄一個比較輕盈的點 剛才張開了 現在開始要收小了 有沒有發現 所以不是一直在張開的 不要以為寫字一直寫張開就好看 它就是伸縮伸縮 就跟那個唱歌一樣 音符要有長有短有快有慢 張要筆上面的收來的輕 而且還大一點 這就是對比嘛 輕重對比 不要寫的一樣重 那太無聊了 也不要寫的一樣輕 這樣太沒變化了 所以它的輕重大小是隨時都會改變的 以米符來講這是它的基本能力 對我們來講就是要學習的地方 它的姿態 其實這都是歪的喔 這是輕盈的 輕盈的話就把它比數直一點 用筆尖搓了就可以了 進一名上、中、下、輕 這個是扁的 扁的就把毛筆稍微壓下去 讓它看起來有點扁式 哎呦 後面太早摔了 那個點要夠重 然後這些筆畫的運行必須有流動感 好 記名 名是輕輕的 剛才那個拉喔 注意喔 它是有包覆之狀 它是拉到這邊喔 拉到這邊喔 包起來 所以它這裡包覆之狀在繞上 又包起來了 那點 還好是張記名 你看到這記名 就想到研記名 記之稿那個 記名 這個鐵啊 就比名重了喔 不只重而且扁啦 細出細 細到粗 做彈性 做扁扁的姿態 你看口的整個都斜上去 雲更小 這些大大小小就是 行書裡面的節奏感 千萬不要寫一樣大 這個丘是鋪開的 鋪開的 這個看起來有點破 這是方硬的 然後上面頭比較大 這身體比較小 下面比較緊 它才喜歡寫那個頭大身體小 身長 下來 彎曲 到後面尾巴還有尾筋喔 很喜歡撇的 勾了好幾下的感覺 那叫尾筋 氣喔 氣寫得有點瀟灑 然後帶點扭曲啊 自然會被扭到的感覺 這姿態就很多 就是像一個舞者 扭動他的身軀 扭動他的身軀 緊 緊了以後 注意喔 這都是有斜度的喔 不要斜成電線桿 垂直的喔 然後扭動 扭動他的身軀 好啦 這其實是個錯字 這個身軀你有沒有覺得 好像一個人被絆倒的那種感覺 其實就是一個舞者在跳舞啦 所以他擺出他要的姿態 所以你可以發現他是歪的 而且向哪邊歪呢 向這邊左下腳歪 而且抬得還高的 這個點在這裡 看起來就是有點歪喔 那個腳半倒了 突然快跌倒的樣子 這兩個連的還蠻緊的喔 主要是它兩個形狀的 大小不一樣 但是都寫的還蠻重的 所以像這種字啊 就想辦法靠近一點 不要拉太遠 那些米符的韻筆的筆順 有時候會讓人家覺得有點嚇人 你知道喔 我覺得它的方法很簡單 就是可以把它先寫完的 通通寫完 它那個還沒有寫到再補一下 把它補上去 所以就會覺得 哇那個筆順是不是怪怪的 不怪就不是米符了啦 好 米符的連筆字出來了喔 一直連一直連啦 就是它的能力 這個氣跟兩個氣在一起 你會不會覺得這個氣就寫得重 為什麼喔 因為要變化啊 不能兩個氣板在一起 然後長的氣一樣的大 一樣的粗細 這樣沒有變化 所以它還刻意把這個字寫得 跟上一個字不太一樣 這邊啊 上下字就是通通算一個字了 以它的概念來講 它根本不把它當成很多字 它當成它是一個字 好 寫到這邊來 它這個是稍微一點滑動上去 所造成的效果 有時候 是滑動 有時候是轉折 不太一樣 它寫字的變化本來就比較多 好 轉圈圈 轉圈圈 入 飽滿的 拉長的 收緊的 粗細大小 好 做得很明顯的 耶 耶 帶上去 過來 帶上去 過來 加重 輕飄飄的拉下來 送到底 好 撐 撐 就塞在椰的下方 拉持 做粗細 做轉折 滑動 行 飄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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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飄逸但是不要快喔 還是要一點點韻味喔 好 箱是圓勁的 既然圓勁它的用筆啊 就比較挺直啊 圓勁 弧度 往右下 閒密一點 下面距離遠一點 好 尖 緊 點 下面是圓的喔 連弧度都是圓的 這是圓的 好 做低 右 高 好 尖跟長 距離非常遠喔 它的間距其實 並不是均衡的喔 不是均等的 有時候近有時候遠 這是要扭轉 所以它才會厚 用筆其實 在厚重的時候 會讓它覺得 喔 這個 很密 很密的厚 但是它的脈絡 還是其實還蠻清楚的 好 這個史字 離場還蠻近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 它的中間那個 撇啊 寫得非常的高啊 所以讓它覺得怎麼 好像突然變近了 這部分它寫得特別的高啊 然後它的撇 有美的弧度 圓近的點 抬高 好 這個是扁的 細 近的 長橫 然後再去做中間 向中間集中 拉長 向中間集中 做出細 往下看 好 今天也是包覆之狀 彈上去 好 擠上去 再下一點下來 也是有點傾斜 也是有點傾斜 好 那這邊 比較囚禁 弧度 好 這個上面呢 拉得特別的開 中間收得特別的緊 下面再拉開 用力 勾起來 頂上去 飽滿的做出細 點一下 這個重 但是寫得有點扁 扁的話就是把那個 束畫不要拉太長 它寫得很密 很密就是線跟線啊 靠得好近 所以有時候會覺得 好像快要黏住了 好 這個椰啊 就拉得很開 過來 逆風 彈上去 寫下來 頂上去 寫下來 順風 下來 斜上方 拉開 甩上去 齊 齊 齊兩個 術畫寫得都特別的長啊 特別的長 拉長 彈出來 輕輕點 帶回來 左右兩點 點得比較低 1 跳上去 右邊寫得比較高 比較重 做粗細 做圓轉 做粗細 點 往旁邊拉肩 寫得比較遠一點 上下字距 遠一點 有時候上下字距很近 有時候很遠 這純粹它是個人美感的調整 然後這個字是上大 下小 然後下面還是錯落 所謂錯落 往右邊歪 它並不在正中間 所以看起來還是歪的 米符要寫正很難 它本來就是一種姿態 那學米符最厲害就是學這一招了 不要把它擺正 擺正就不好看 它總點的話就是左顧右盼 但是它高低有落差 高低有落差 這一次的束畫 上面特別長 中間特別粗以後又變細 才進行夠強 然後這邊也是做強烈的粗細變化 這強烈粗細變化就是筆的提案 這邊做的方折 往內縮 往外拉 往下壓 左邊的扁 柳葉扁 然後這邊寫的是 行書畫 草書畫的動作 這個扁短 這個扁長 因為中間都要靠近 這樣字才會緊 好 那這次還是保留了它歪歪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這個點 就直接戴上去而已 右邊的點又是提高 所以它字還是有點傾斜狀 飛的話距離有點遠 第一個是方硬的 第二個是扭轉的 比較圓的 然後下面是靠近的 流暢的 把那個筆尖的那個 那個 蛛絲馬跡都要留下來 那這個間距也是有點不太一樣 它間距通常不是很標準 有時候梳有時候密 哇這個撇又很重 這個又有地方 翹起來又做得很重 然後鈉也是重 不過它鈉寫得很高 就撇低鈉高 重 然後輕 折 等一下 來 先把可以寫的都寫完 再上去寫 頂上去寫最後這次 厲害吧 好 好